这是正在建设中的三科江大桥 工人们趁着天气好 正忙着拼装桥面钢红梁 这座主桥1080米的钢红梁悬索桥 不但建在贵州 建桥所需的所有零部件也都产在贵州 200公里外的贵州公路集团汇水交通产业园 就是三科江大桥的诞生地 此时厂房内一片忙碌 工人们正在制作大桥的钢红梁结构建 现在我们这个三科江大桥的加工 已经进入尾期总共是一万九千吨 实际上收下来两千多吨 我们这个张科江大桥 预计在四月份叫火龙 所以我们现在剩下的一些在加班加点 主要是收尾一些工作 过去像张科江这种特大桥梁的钢结构 都需要从省外制造 再运到贵州进行组装 关键部件收拾于他人 时间节点就不能控制 拼装件的精度也不能全程把控 而这次张科江大桥全是由我们 贵州人说了算 以前我们是在省外是吃过这种亏 质量监控这块还是有些缺失 最后产品拿到现场 干净拿到现场 拼装的过程中还是有些 瑕疵 包括一些孔落算穿不过 我们这个钢梁制造有几个关键 一个是罕解 一个就是钻孔 还有一个是下鸟 这几个环节 如果有一个地方精度不够 最后在这货龙端的时候 也会产生一些偏差 三科江大桥全桥有73个钢横梁阶段 为了制作出高质量 高精度的桥梁钢结构 将误差控制在毫米级 产业园内还专门成立了项目部 明确桥梁洗孔 按照50万元一孔处罚 确保本土生产桥梁穿孔率 百分之百合格 是落传通空的百分之百 韩风货贵的百分之百的指标要求 是我们在会议上提出的 这个要求是写入了会议机 又写入了我们后面的这个合同 当时我们第一个产品 也就是我们钢结构的这个手建工程 延售货货 当时大家都非常激动 钢梁的这个拼装情况现场 目前已经要发完成 18个计划 现在正在进行 拼装到九个阶段 还有六个阶段 在整个拼装 拼装也轻松怎么样 还是一样的力量 他的水平要求 王大勇说 三颗江大桥作为产业园的 首建作品 大会儿犹如对待孩子一样 精心呵护 目前三颗江大桥拼装 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 大桥的主览调索 由贵州本土企业贵州钢绳集团 加工制作 这也是首次生产加工 悬索桥 主览调索 这让三颗江大桥成为了 第一座 真正意义上 从下购到上购 实现全过程贵州造的 悬索桥 交通产业园应桥而生 因桥而兴 2002年交通产业园建设 还纳入贵州省推进 交通强国建设实施纲要 列入贵州省 2022年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清单 我们餐业三号车间 有五条生产线 分别是桃桶生产线 毛管生产线 波纹管生产线 还有汉王生产线和 安全帕迪生产线 目前所有的这些材料 都供应到我们的 三十多个项目 目前已经生产桥梁 重型钢结构 高速公路配套材料和交按设施 完全满足高速公路建设 关键材料需求 实现贵州交通建设 关键材料本土造 从五道有这个突破 助你我省交通建设发展 交通产业园占地300多亩 从2022年年底建成投产 短短一年多时间 贵州桥梁实现了贵州造 今天就在X1两个方向 我们这个的定位 是从X1这三个方向 实现了精准定位 保证转空的精度 实现了我们这个桥梁 钢结构制造的 一个螺串通信也百分之百 从无到有 再到变强 产业园不断加大设备研发投注 不断引进新的设备 焊接机器人正在安装调试 将贵州造贵州桥 进行到底 这套设备是我们 我们下野多桥 柳车火特达桥 它的桥形结构是钢管供 专门引进一些紧直设备 那我们现在 我们这里的加工车间 能为多少种桥形 加工这个钢结构呢 这个钢结构的桥 它出来就分三种 一个是钢扛量 一个是钢板量 一个是钢管供 引进之后 然后我们所有的 大型桥梁上的结构 各种桥形结构 我们都能知道 目前产业园已经承接了 三颗江大桥 乌蒙山特大桥 百花湖大桥 青州柳江特大桥 等省内省外 多座大桥钢结构制作 正是建设者们的 不断创新 不断前行 让贵州造 走向全国 不断刷新 贵州建桥达人的名片 今年的目标是两个五 一个是完成 五亿元的这个 生产制造产生 然后承接 五亿元的这个 订单活动 事先智能化 数字化 佐利大桥 西部领先 贵州一流的 综合交通产业园 百姓关注 记得报道